花蓮市里幼儿园在儿童节前戏为大班的孩子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庆祝活动 老师们透过戏剧的方式向孩子们介绍儿童节的由来 也精心安排了拔河游戏 让小朋友留下美好回忆 并在其中培养团队精神 比赛哨音异响 小朋友个个卯足全力 奋力拉着麻绳 虽然是小小年纪 但每个动作表情都十分到位 不能说的气势也都出现在每个小朋友身上 模样相当可爱 场边的同学加油声此起彼落 也让整场气氛嗨到最高点 这是花蓮市里幼儿园在儿童节前戏 为大班小朋友所举办的一场庆祝活动 老师们除了透过演戏的方式 向孩子们介绍儿童节的由来 也精心安排拔河游戏 希望能让小朋友都留下一个美好回忆 那在拔河过程中呢 最主要大班的孩子 我们希望培养孩子的同才合作跟团队精神 那同时呢 在拔河比赛过后 我们也要维持运动家的精神 胜不胶败不美 那希望呢 今天带给孩子一个很特别很不一样的儿童节回忆 花蓮市里幼儿园为庆祝儿童节 针对大宗小班 个别规划出一系列别开生命的庆祝活动 除了希望孩子可以透过活动参与 了解各项运动好玩有趣的地方 同时也训练腿部及手部大小肌肉的发展 并培养出团队合作及运动家的风度及精神 记者 徐黎晴 华联市报导